大家好,这里是穷奢己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位于东京封岛的池袋,过去被认为是脏乱危险的代名词 在出生率下滑与人口外流的影响下 池袋所在的封岛是整个东京二三区中唯一被列入消失风险的行政区 然而,这座城市近年以浴火重生,不仅逐渐撕下危险城市的标签 池袋也以御宅圣地的身份引领日本次文化发展 随着当地商家瞄准年轻女性,池袋更发展出独特的影女文化 本期影片就跟着我们脚步,一起来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池袋一直被认为是治安差的地区 密集的木造房屋、西口公园聚集的混混 加上车站前的红灯区,都堆高当地的负面形象 在日剧与媒体的渲染下,池袋经常跟斗殴与毒品交易化上连结 知名日剧池袋西口公园就以当地为背景 从暴力、帮派、非法移民再谈到性产业 倒进社会阴暗面,同时也加深了外界对当地的负面观感 资料显示,池袋警署的刑事案件数量在2003年达到高峰 当年总计发生6421起刑事案件 在东京102个警署中排到第六 事实上,池袋给人负面印象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二战结束以后 由于日本战后物资缺乏 各地都出现黑市组织 而池袋整顿黑市的步调较慢 因此便开始给人不好的印象 第二个原因在于 战后的新宿与瑟谷等地 都市化进程较快 而池袋的发展比较缓慢 当地又设有关押二战甲级战犯的监狱朝鸭行务所 种种因素都让池袋给人一种黑暗阴郁的感受 说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 穷舍精选今天带来年销600万份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 总冠军汉典极品牛肉面 采用顶级牛腩调肉与牛腱制作 牛大骨新鲜蔬菜熬煮的功夫糖头 搭配上劲道的刀削面 原价台币1752元 采八包套装 穷舍的优惠价台币1549元 再加送一份塔香三杯机给亲爱的观众们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连结订购 只需要短短几天即可送达 话说会主题 直到1970年代 时代似乎叛到重生的契机 当时日本经济大好 时代与新宿色谷一起 在复都心概念下进行再开发 其中新宿启动大规模重建 塑造现代化办公城区的形象 色谷则以东极电铁为核心带动发展 境内的百货公司陆续扩张 变成一座吸引年轻人的时尚城市 反观时代 虽然车站周边有实施整顿 也开设了一些百货公司 但量能不足以带动地区发展 时间来到1971年 前面提过的朝鸭行务所拆除 就职改建成复合商业设施太阳城 1978年 池袋站东侧的太阳城正式开业 地上60层的高度 一度问顶日本最高摩天大楼 然而放眼整个池袋 除了连接车站与太阳城的主要道路之外 这些小范围的整顿 没能让整座城市迎来荣景 在这样的氛围下 池袋开始受到成人娱乐场所青睐 当地陆续诞生了不少封锁店 让整体形象始终不如新宿与涩谷 时间来到2014年 一份报告统整了日本多个城市的发展状况 在评比出生率人口外流情形以后 池袋所在的封岛区 被列入面临消失风险的城市 日文叫做消灭可能性都市 而这也是东京都23区中 唯一入列的行政区 同一份报告显示 如果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做法 封岛区的年轻女性人口 将从2010年的5万多人 在2040年腰转到不到25000人 在被列入可能消灭名单后 时任封岛区长的高野智福深感危机 他当日就成立了紧急工作小组 之后敲定将女性友善城市 列入核心政策 力图将封岛区打造成 所有人都宜居的地区 在当地政府眼中 危机也正式转机 毕竟高龄少子化与人口减少 并不只是封岛区面临的问题 而在官方的计划书里 封岛区一直缺乏大型开发商 因此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 也正因如此 当地政府决心从其他层面下手 打造以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城镇 试图找出更适合的定位 在地方政府的计划里 封岛区将被打造成艺术文化之都 让当地成为人们想来观光与居住的地方 以此抵挡人口外流的现实 甚至打出近一路的中远程目标 如果一切朝希望的方向前进 随着移入人口增多 税收成长将带动拉高福利 进而吸引更多的居民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封岛政府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们推动了一系列女性友善政策 而结果证明 他们的作为已有成效 近年封岛区的年轻女性人口 不但没有减少还开始增加 当地人数从2014年的45000多人 增加到2020年的将近5万人 而这个数字已高过消灭可能性都市的门槛 对于这次改革的成功 封岛政府其实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有官员坦言 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环带来成功 唯一肯定的关键 是政府开始尝试 用女性角度考虑城市发展 聊完封岛的成功案例 我们接着深入当地 看看池代诞生的新文化 自千禧年以来 池代东口的太阳城周边地区 就开始出现一批以年轻女性消费者 为目标的动漫商品店 如果把同样位于东京的球野园 视为宅男圣地 那池代就是宅女天堂 池代的御宅文化 从少女路起步 这条全场仅200公尺的街道 自1980年代开始 就出现动漫相关的商家 随着时间演进 瞄准女性客群的策略 让当地发展出独特的鸣女文化 包括日本最大动漫游戏周边的连锁店 安利美特在内的众多知名店家 都在当地设有分店 而在疫情期间 电商旺盛的发展之下 秋叶园的店铺陆续撤出或缩小规模 相较之下 池代则持续吸引年轻女性 获得蓬勃发展的动能 虽然说池代店家 与秋叶园的组成大致类似 但这里的主要客群 集中在Z世代的女性消费者 这里有不少BL作品与周边 还有动漫深优 这类2.5次元的相关产品 而当地政府也从善如流 他们认为与其强势创造其他文化 不如直接就以当地特色 作为发展主力 2023年 安利美特池代总店 在重新整秀后盛大开幕 而这正是封岛区 国际艺术文化都市计划的一部分 以安利美特为中心 周边蓬勃发展的御宅城 如今已是池代的核心价值 所谓封岛区的改革 当地政府努力打造 能让女性感到安心的放松空间 不仅新建多座设有露天咖啡厅的公园 也增建许多女性友善厕所 走在御宅城周边的公园绿地 人们现在可以看到许多年轻女性聚集 交流同好心得 讨论喜欢的作品 或互换应援商品 在御宅风潮的吹息之下 安利美特总店前方的中池代公园 过往曾是非法交易的盛行场所 但如今画风一改 已变成人们炫耀战利品的御宅社交场所 一位在地居民开玩笑地表示 池代之所以获得进化 背后完全是御宅族的功劳 如今的池代已彻底重生 不仅洗刷国内的负面印象 更成为备受海外关注的圣地 成功摆脱危险城市的污名 然而 御宅当道的现况 却也引发部分居民不满 一位在当地工作的女性表示 池代诞生了许多与动漫联名的咖啡厅 对她这种一般女上班族来说 几乎找不到可以单独轻松吃饭的场所 而且与动漫联名商店的定价都不便宜 随便一杯饮料就要价800日元 随便吃一顿饭 可能要花到1500日元以上 除了联名消费兴起 排挤掉不少一般选择 当地cosplay等周边风潮兴起 也让不少民众感到不便 不仅特定地区饮食变贵 暴量的人潮也常带来不适 有上班族认为 近年的池代迎来众多外国观光客 到处都在排队 去哪都要花钱 看在他们眼中 洗刷掉污名虽然是好事 但少去的方便 并也成了甜蜜的负担 好了 这集的重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IG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